临近年底,美国一系列的动作看得我都有点萌,近期,我们调整了新冠防疫措施以后,洋洋多了起来,美国看到以后,主动示好,表示可以提供帮助,而且是任何形式的都可以。 另一边,美国保守派最近又出了一个假报告,原题就是新冠来源于中国生物实验,病毒早期美国胡言论语较多,后来偶有诋毁中国言论出现,但没那么频繁,然而近期在美国又是相当频繁出现。 似乎看到了美国打了两张牌,拜登的怀有政策,共和党的激进对抗,我们主要说说前者,后者不用谈了,未来敌对我们的态度不会变,我们也没必要给他们好果子吃。 拜登说是对华友好,除了布林肯以外,财长耶伦想要访问中国的意愿相当强烈,前几天刚刚提及,最近直接找上我驻美大使,俨然一副美国想和中国重归于好的样子,然而背地里干了另一件事。 制裁两家中国渔船公司,安了各种罪名,突出强调的是非法捕捞。 不止如此,近日不是也有信息出来,说美国商务部把36家中企列入黑名单,继续打压中国高科技。 实际上,拜登是最鬼经鬼经的政客,直到一味地对抗中国,美国也没什么利益可得。 话说回来,美国早上我们也不是没有想法,最近的一系列的动作来看,就两个目的。 其一,拜登最近在非洲很活跃,除了口头承诺要出钱以外,还说会说服中国给非洲减免债务。 这个话耶伦已经不止一次地说过了,算盘打得真好不同意,美国一定会诋毁中国。 在非洲加强中国债务陷阱的言论,倘若同意了,拜登立马会给自己脸上贴金。 你们看,美国说话还是管点用的吧,中国也是听的。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,60%的低收入国家目前面临债务困境或债务违约的风险。 如果一系列低收入国家违约,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能没有足够的资源,来发放这些国家维持生计所需的贷款。 IMF没钱了,怎么能行? 此乃美国利用美元控制全球经济的重要工具,这事而可不能耽误。 你说耶伦能不着急吗? 其二,当下美国经济最大的问题不是衰退,而是美债上限已经破了,现在政府花钱再掏家底。 美国人也知道即便在南,明年债务上限也会达成,即便是保守派也知道美国不能违约,后果太严重。 问题来了,明年美国要发相当多的债,还有按照目前的速度,到2023年底,美联储将剥离1.6万亿美元的资产,将其整体资产负债表缩减约18%, 这么多钱砸向市场,那就得有人吃得下,中日自然是首选,美国稍微使点手段。 日本就得听,但中国不一样的球,而且还不一定答应。 最新数据,10月中国持有美债逼近9000亿美元,继续创下十几年来新低。 倘若12月继续减持的话,大概率今年我们抛售美债力度就是1万美元,9000亿美元连续被跌破。 从用处来看,今年抛售美债基本都是在稳定汇率上,自然也有其他原因,例如美国冻结俄罗斯、阿富汗等国家外汇储备,这事而算给我们提了个醒。 话说,今年美元收割相当不一般,不然也不会到目前为止年内,抛掉近1600亿美债。 实际统计,今年一共有41个国家被迫跟着美国加息,而且他们算是最倒霉一批,原因是这些国家货币要么和美元挂钩,要么和欧元,为了保护联系汇率,同时允许资本自由流动,这些经济体别无选择,只能提高国内利率。 如此,美国明年搞事情应该会有底线,在债务问题没搞清楚之前,不会有太大动作。 不过也不能抱有太大希望,毕竟11月中期选举以后,拜登也算半个博压执政人了,美联储加息50个基点,中国采取宽松货币政策的机会支撑来了。 分析人士称,在美国最近一次温和加息后,中国目前面临着实施更强有力货币政策的机会支撑。 分析人士呼吁抓住这次机会,在溢出压力减弱和通胀放缓的情况下提振经济。 美联储周四宣布,将基准利率上掉50个基点,至4.25%至4.5%的目标区间,低于此前四次会议上每次75个基点的连续加息幅度,但仍将利率提升至15年来的最高水平。 在人们担心经济全面衰退之际,美联储指出,美国通胀出现了可喜的下降。 其点阵图预测反映了美联储政策制定者对未来利率的估计表明,到2023年底,进一步但缓慢的加息,可能会将基准利率提升至5%至5.25%的范围。 我国许多投资银行已经变得更加乐观。 中信证券在一份报告中表示,美国加息周期可能在3月左右结束,利率将达到5%的峰值。 招商证券则基于美国的财政负担,预计美国可能从明年第三季度开始降息。 他们表示,这为中国央行留下了采取大胆行动的空间,因为目前国家的首要任务已转向提振预期和重振经济活动。 不过中美两国货币政策的分歧,使央行对今年放松货币操作持谨慎态度。 周四,中国人民银行宣布,维持政策利率不变,价值6500亿元的一年期中期贷款利率,保持在2.75%。 麦格里集团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胡伟俊表示,尽管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保持政策利率不变, 但央行仍有可能在周二降低五年期贷款优惠利率,以支持房地产行业。 更重要的是,如果美联储停止提高基准利率,明年二月之后,中国人民银行可能会有更大的降息空间。 与此同时,人民币汇率的压力已经部分缓解。 11月初,人民币汇率跌至1美元,对7.2555元的14年低点。 周四,中国央行将人民币对美元的每日参考汇率,设定在三个月高点6.9343元。 在本周做出任何利率决定之前,独立经济学家任泽平周二表示, 中国央行降息或再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窗口,现已打开。 美国今年三月以来的紧缩措施,引发了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市场的大规模资本外流。 不过,随着疫情相关措施的放松,一些海外证券投资已经回归。 过去一个月,通过中国内地与香港的护港通机制流入的资金,达到675亿元。 在最近几周政策大转变之前,11月的消费者通胀放缓至8个月低点,失业率升至6个月高点,零售销售额进一步下降。 华创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表示,疲软的经济可能是中国央行降息的理由。 自去年11月以来,美国国债受益率一直在下滑,人民币汇率已走强至1美元对6.95左右的水平,适当降息的窗口已经出现。 与此同时,许多分析师预计,在即将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上,明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目标将设定在5%左右。 同样在上个月,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,可以采用降息以及对弱势家庭,提供积极的财政支持来帮助提振经济。 中国央行今年已两次下调一年期贷款优惠利率,分叠在1月和8月下调了10个基点。 上月底,央行还将存款准备金率,下调25个基点,向银行间市场注入了约5000亿元流动性。 与抵押贷款利率挂钩的市场基准,5年期贷款优惠利率已下调三次,累计下调35个基点,至4.3%。 最近几个月,国家的一些稳定措施已经开始升下。 上个月,中长期企业贷款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一倍多,达到7367亿元。 在这一年期贷款比去年同期贷款比较多,达到736亿元。